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比赛的第二局 这个 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话 是 还是Holy Pepsi 对上Edward 那么地图是Lost Temple Edward的话出生在9点 是指示的重铸 而Holy Pepsi出生在12点 是 这个 嗯 12点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 Holy Pepsi 和Edward 基本上是心灵相通的 双方同时进行了一个探路 由于双方出生在这个地面禁点 那么我觉得这个地面禁点的话 应该是必不可免的又会是一场 这个小狗家独暴的这个操作 好的 Holy Pepsi已经探到了这一手 那么我们看双方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局呢 Holy Pepsi还是果断的二矿吗 但是这个二矿被阻止了 而 反而这个Edward是 方向二矿 那么Holy Pepsi是 并没有操作 并没有操作 是自己的那个农民被Edward喷死了 但是现在Holy Pepsi这样的话 这个基地的话会比Edward晚一点 大概 嗯 晚了可能有 二十秒左右 二十秒左右 嗯 Holy Pepsi Edward的话 是选择 这样放下了 选择期框 而Holy Pepsi 是相对较晚 然后放下了这个期框 那么 双方的话 这样的话 Holy Pepsi因为很早的把这个农民拉了回来 所以说 看不到对手到底是在干什么 而但是相对的话 Edward的话 就能看到Holy Pepsi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展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后 Edward的这个二朋友就好了 Holy Pepsi的话 还差四分之一 这样的话 Edward 还是非常的大胆 是并没有补够 直接先补了两个皇后 然后 再补够 然后还提升了速度 提升了速度之后 然后再补够 而Holy Pepsi的话 这边相对就 要怂一点的 这样 又吃亏了一点 自己也先补了两条狗 还放下了这个地板 而且 卡了一下人口 卡了一下人口 这样的话 好了 Holy Pepsi 这两只狗 但是抓不死了 连一个龙兵都抓不死了 这样很悲剧 我们看到 Holy Pepsi 是直接放下了 障了长 当然 Edward这边也是 障了长 那么 双方应该是一个 相对稳妥也的打法 Edward 这样的进攻的话 应该会无功而法 因为 但是这样会 对方溜上来的 然后这里有提狗 这样的话会非常的伤 这个农民的话 应该会 死几个 他死了一个农民 关键是干扰了一下 彩矿 好 看到双方的 双方是在 反复的进行一个操作 而且Edward 现在狗树出了 狗树好了 这样的话 Holy Pepsi 会更加来受了 看双方的 損失比 Holy Pepsi 会 远够死一把 嗯 现在的话 因为Edward 刚才溜了一波狗 进来 然后自己 就是在家里 狂捕鲁民 这样的话 鲁民已经比 比Holy Pepsi 多出十个 Holy Pepsi 因为刚才被溜了那波狗 很怕 这个Edward 是不是会选择 再 溜狗进来 这样的话 所以说 家里补了一些 补了三个蟑螂 而Edward 确实打得非常的偷啊 到现在才 补了几个蟑螂 现在 才开始 补了一匹蟑螂 但是 这样的话 应该是 两况 Edward 卡了一下 这样的话 应该是 差不多可以 基本是 两况 蛮复合了 再补几个龙兵的话 那就可以 两况 一直出 蟑螂了 我们看到 这个Holy Pepsi 是选择了 升级 而Edward的话 是涨出了 八个蟑螂 准备直接一波了 直接一波了 还有六个蟑螂和六匹 六条狗 正在剑角当中 这样的话 我觉得 Holy Pepsi 这局 凶多喜少吧 Edward的这个B 一定要 要截掉对方家里 现在 Holy Pepsi 这波虽然是打下来的 但是 农民数量还是相差十 好 这一波后续的蟑螂上来了 这样的话 Holy Pepsi 这波很难打住 好 但是 现在双方的话 这个农民是相差了十三 好的 Edward 这个 Edward 又一波蟑螂上来了 珍得 这个 这个 阻力 正在 这济 你会看到 Holy Pepsi 路 这波应该是很难挡住了 好的 Holy Pepsi 是版本的狙擊 那麼雙方現在戰成了1比1 接下來的話就是爵士局的比賽